台大医院也沦陷了传出院内公务室同仁确诊新冠肺炎 停止所有常规的手术还有新病人的入院 还有希望能够门诊降载 那也请不是紧急的病人延迟就医 医院为了确认我们院方的安全 我们也会在很快的速度做全院员工的筛检 精神处理不敢大意 台大医院力拼在48小时内完成全院6000多名员工普筛 因为确诊的公务是同仁平时负责修缮业务 可以说是全院跑透透 裁检36名接触者当中高达10人快筛阳性 而确诊者当中也发现有万华相关足迹 索性目前并没有医护人员染疫 那这样算是院内感染吗 都不是病患都不是医护人员 都是公务单位的同仁 那这个疫调还在进行当中 是有多少是在院区内得到 或是多少是有社区的接触 这现在还不太清楚 疫情越演越烈 各大医院都不平静 亚东医院一早就发出声明 证实院内感染已经累计14人确诊 当中甚至还包含两名护理人员 另外指挥中心也证实 国内出现首例协议透析群聚感染事件 目前4人快筛结果皆为阳性 当然有一些医院他会有一些员工确诊 我们会进行相关的一些接触者匡列 如果说同时又有在有其他院内的员工 被匡列然后确诊的话 我们会在调查他们之前没有彼此的关联 然后来连起来如果有的话 就也可以研判为院内感染 截至目前定调为院内感染有三家 分别为亚东医院高雄仁慧医院 以及北部某协议透析中心 除了中心强调不是医院传出确诊 就表示有院内感染的情况 未来也将请全力匡列感控 毕竟守住医护第一线才能守住更多人 怀孕新闻红旗玉黄佩涵台北报导